大家好,我是Leo 現在九月份了 又是我們一年一度種BUB的好日子了 其實現在九月中去到十月尾 都可以種BUB的 其實沒有種BUB有一個時間限制的 九月十月的時間會比較方便 而且現在也是買BUB的時間 所以現在去種BUB就非常之方便了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Alium 我們就種在這個Guardian Bag 等它在夏年的時候 春天一開始就可以有很漂亮的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講到BUB,其實什麼才是BUB呢? 個個個都種BUB,難道個個都想種BUB嗎? 在說怎麼選BUB之前呢? 就先簡單說一下BUB其實是什麼 BUB中文就譯做球徑或者輪徑 沒錯,在植物學上它們不是根,是徑來的 是Stamp,即是好像樹幹一樣 不過相比起樹是用根來儲存養分 BUB就是用勁來儲存 是一種改變了的功能 所以在選BUB的時候呢 就要選一些飽滿的,夠肥夠大 才代表它有足夠營養去生長 今次就選了兩款Alium 其實就是洋蔥,不過是觀賞用花球勁大的洋蔥來的 而除了Alium,作為春天第一批的色彩 還有很多選擇 好像有Dafodel,水仙 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和形態 而其實我們在這裡種的這一種 太同香港過農曆年種的蟹爪是不同品種的 所以在顏色、形態和種植方法都是有點不同的 除了水仙 還有荷蘭和土耳其的國花,屈甘香 Tulip,形態和顏色更加玩到出神入化 以前在歐洲還玩到有屈甘香狂熱 Tulip Maniac 最早經濟泡沫爆破的事件 簡直就是屈甘香風暴加海嘯加上地震 這麼有趣的東西,我都在開著客人自己跳下去 不過好像Corkris,番紅花這一種 它們看起來都好像是BUB 但其實它們是Chrome來的 中文都是譯造球徑 但跟BUB的結構有點不同 舉個例子大家就容易分辨了 Chrome就好像馬蹄那樣是實心的 不同洋蔥或者百合那樣有一番的結構 其實還有其他好像BUB也不是BUB的東西 好像Tuber,Tuberous Root 即是好像薯仔、番薯、薑、胡桃等 都不是BUB來的 不過這些就可以開一集再講 通常呢 通常呢 在買BUB的地方呢 都會有一些指示 那在這裡呢 就見到 譬如這個Alium的Ambassador呢 他有建議的指示 譬如這個Def要4吋 或者10cm 即要挖這麼深 還有4吋 那通常呢 一group這樣種呢 就4至10個 一LOT這樣種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很豐滿的效果了 那如果我們種的時候呢 通常呢 就會把底 就放在下面的 其實你當這個BUB是一個洋蔥 或者蒜頭 這樣看就可以了 那有根的地方就放在下面 那頂呢 就自然向上 那他就自然就這樣生的了 那就最 叫做最 適合他本身的 那個anami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種了 那今天我就預備了兩款的 Alium的 有一種就大頭一點 一種小 小頭一點 那就可以中環交錯 這樣呢 就 同時有不同的效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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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說到秋天才種BUB呢 這一類植物在春天開完花 等花雕脆之後呢 還有些葉會繼續製造營養儲存 回到BUB裡 直至夏天就完全休眠 在秋天開始涼的時候呢 那些根就會開始生回 在入冬之前就摘根 然後再等到春天再開花 不斷地循環 而新的BUB就會在原本的BUB的旁邊自己繁殖 所以種了一次BUB之後呢 其實就不用再種了 夏年就會自然再出花 不過要注意的是 當BUB太過大太過擠迫的時候呢 那些花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每五至六年呢 就要挖一挖出來 分開那些BUB 做回一點保護 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搞定了 那就等夏年春天的時候 開花的結果了 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 等我出多些片 繼續分享這方面的知識 還可以Follow我的IG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